商訪人員一把將身材壯碩的男子拖出來 員警立刻接力壓制 只是門一開四周瓦斯味更濃了 尽管水線都擺好待命 就怕有個閃失 現場還是瞬間忙碌起來 一邊得安撫男子 一邊得進屋 移開瓦斯桶 分隊長這句話說的苦口婆失音 因為台東這名黃姓男子 二十三號上午喝了酒 跑到根深路上前女友家想拿證件 結果吃了閉門羹 雙方爆發口角 結果開門後 他竟毆打前女友還威脅要開瓦斯 先生 先生 開個門好嗎 先生 說你沒 他又開了 現在你不要被拆了啦 很危險啊 一進一退僵持不下 就這樣跟警方對峙半小時左右 所有人都好緊張 警方決定破門攻堅 他也被依家暴 侵入住宅 毀損傷害 公共危險等罪送辦 儘管人已經被帶走 左林右舍還是很擔心 加上當時幾公尺外的項鍊 還有幼兒園學童來教會唱歌 所有人幾乎命懸一線 他酒醒後得向個男人好好面對所有行責 TVBS新聞劉警員 吳宇亞 台東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